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友Nada Swimmer 提问 尼泽涛 对于本次市井赛个人项目有什么期待 接力项目都会上吗 混接和字接能否评价一下中国的水平 对自己的期待就是100米自由 希望能进入决赛 创造历史吧 然后接力方面应该听从安排 目前来看应该都会去争取去上 可能预赛决赛都会派我首发上场吧 对于水平还不好说 因为明天才开始第一场比赛 大家都不知道现在所有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可能经过两三天以后的比赛的追逐 然后才能判断出大概是什么水平 好的 加油 网友 我是挫挫提问 想问包子大量训练的时候在水中会想什么呢 放空注意美滑动作还是哼歌 有的时候会注意每个动作时效吧 因为技术方面还是需要注意的 但是偶尔在很疲劳的时候会选择 心里默默地哼歌或者是做白日梦 我也说 我也说 我也会哼歌 网友尖叫吧 你是人 请问包子在你印象中粉丝为你做过 令你最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大家一直不管我成绩如何 都在梦哥支持我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半夜不管多晚的飞机都会有粉丝接机 还有送机 你真的是重视的粉丝 觉得挺感动的 而且自己也挺不好意思的 网友南瓜县小南问包子 除了游泳最喜欢什么体育项目 如果能放松想去哪个国家或城市旅游 除了游泳以外的话喜欢篮球 而且其实觉得滑雪很酷 这种越野滑雪 但是自己因为项目原因不能参加 最想去的就是法国吧 法国旅游 但是这都已经是以后的事情了 对 我也是很想去法国 网友小女子56问包子 日常生活中爱读书吗 都喜欢读什么书 读书的话现在 现在最近在看曼德拉日记 读书也是因为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嘛 而且离可能不如社会越来越近 自己需要摄取一些知识 还是挑人物次传看嘛 还比较吸引我 这位网友他希望你多多读书 提高自我 为退以后的生活和工作做好准备 谢谢这位 拜拜 拜拜 想关注更多游泳信息 请关注飞纳国际泳联微博微信